我昨天吃喝酒了 陳太太才一開口就悲從中來 先生去年過世 自己身體諸多病痛 兒子又身心障礙 對外界的關懷倍感溫暖 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三年多前 慈激之工已經修繕過 不過遇到5月20強降雨又再度漏水 漏得像下雨那樣子 算是蠻大的 這裡還在滴水 牆上留下大片雨水滲透造成的水漬 床鋪也無法使用 放滿水桶臉盆 志工頂著大太陽 進行屋頂防漏工程 防水底漆做了兩遍 而且那個材料都是用得很好的 銀件處幫我們找那個 是有壓克力材質的防水漆 頂樓沒水志工提著水桶 上下樓接水也不嫌累 那邊的橋一定要接 那天上面有水今天沒水 趁著天氣放晴加緊趕工 預計今天就能把漏洞補好 讓陳太太不怕大雨再來 能住得舒適放心 大愛新聞 黃正明 郭忌宗 台中報導 小明信 郭忠祐 公交給我